嗨 大家早 我们早上大概开了三个小时左右的车 然后呢 从昨天的宫崎一路开车 现在已经来到了鹿儿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 来到的是汤之平的展望所 然后带大家在这个展望台这边 看一下鹰岛这边的风景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今天下雨 所以可能风景可能比较参考一下 鹰岛是位于鹿儿岛地区的火火山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展望台这里 看到火山特殊的山壁 甚至是喷发黑烟 虽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呢 我们早上原本要骑车车的行程 就暂时先没有骑 但是呢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叫做 Rainbow桜島的地方 然后它的中文汉字是写叫国民宿舍 所以可能是一个类似饭店的地方 然后它这边呢 不但有温泉之外呢 还有租借e-bike 然后在鹰岛这边其实还蛮推荐大家 就是骑脚踏车啊 然后缓鹰岛这里 然后总共有三个地方可以租借脚踏车 这边就是其中一个喔 而且它这边鹰岛啊 租借的这个是e-bike 就是电动 所以就算平常没有在骑脚踏车的人 也不用太担心 然后这个是还鹰岛一周 那骑脚踏车的话大概是四个小时 我刚好在这家店看到鹰岛的特产 小蜜干就是小橘子 超小一个 我刚刚试吃了一下 一口可以吃一个橘子 然后很甜喔 我们现在下车楼 然后这个就是把船开到车上的感觉 超酷了吧 接下来我们要搭乘鹰岛渡轮 从鹰岛前往鹿尔岛市 好啊 又要开船啦 我们现在带大家到 船的最前方看看吧 好 我们现在上来三楼这边 然后这里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啊 还有可以坐着吃东西 欣赏风景的地方喔 我们船大概其实搭乘15分钟啊 就可以到这边对岸的目的地啦 虽然今天天气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 只要是搭船的时候 心情都还蛮不错的 好这个车程还 不是车程 这个船程还蛮快的 大概15分钟 就从鹰岛回到鹿尔岛啦 那我们今天搭乘的这艘船呢 叫做Sakura Angel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再见 下船吧 我们中餐要来吃饭了 然后他们非常地用心 做了一个开餐 超开心的 欢迎 今天的午餐是鹿尔岛的乡土料理 比较特别的品项包含 茶美猪的小火锅 味噌炖煮的鹿尔岛黑猪肉 类似甜不辣的薩磨炸鱼饼 鹿尔岛的茶美猪是吃绿茶跟地瓜 肉质鲜嫩之外 没有猪肉的腥味 非常的推荐 味噌黑猪肉则是入味又软烂 肉味更加浓郁 这一餐让我充分体验到鹿尔岛食材的魅力 嗨大家 我们刚刚坐了还蛮久的车 应该要一两个小时 然后现在呢 来到这边是芝兰的茶田 然后这个茶田其实 超级大一片的 由于隔天天气比较好 在行程时间允许之下 我们又返回来 骑乘原定的脚踏车给大家看看 茶田这里的风景也很不错 这次在九州骑乘脚踏车 虽然都是短短的体验一下 但真的还蛮悠哉舒服的 好那我们刚刚呢 大概要坐了一下子的车 然后现在要趁天黑之前呢 来这个咖啡厅喝一下咖啡 这个咖啡厅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设计除了它 内装还蛮贵的之外呢 然后它很方便的是 因为它从这边啊 直接就有走到 然后连过来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就是 池田湖的风景啦 真的是超级方便 好那我们出门再外旅游 难免会有不适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好像有点痒痒 然后刚刚就是 这边的人啊 就推荐我可以 喝这个叫做茶洁的东西 那它里面就是有 洛尔岛这边当地产的 包含茶叶 然后呢还有这个 我手上这包是柴鱼片 也就是煎鱼消下来的片 那听说这个泡热水啊 加茶加味噌 然后再加这个柴鱼片 喝下去之后呢 对于治疗感冒也有 满好的功效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喝喝看 好那我们就把柴鱼片加下去 今天因为其实天气满冷 然后外面又下雨 所以喝到这个味噌汤 然后再加上柴鱼的鲜味 然后因为是有茶嘛 所以就感觉还满清香的 没有什么负担 你还是 就算你没有感冒前之后 我觉得喝起来也还满好喝的 我们在吃饭之前呢 最后来一个叫做 沙珍温泉的地方看一看 那虽然现在天气已经 就是天色很晚了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呢这边还满酷的 后面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在冒烟 由于山上的温泉流向海边加热了沙子 行程日本唯一的沙珍温泉 就在止速 这边有新鲜热铲的 哦哦 好温哦 很温 好舒服哦 来这边 跟他借铲子四铲一下 其实还蛮重的 我相信这边工作人员 应该都身强体壮 然后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也蛮想来体验一下 因为刚用手摸这个温度感觉 应该 泡在里面然后盖起来还蛮舒服的 那他除了刚刚沙珍温泉之外 其实这边也有一半的温泉 那两个是同一个设施 所以呢 你在上面泡完之后呢 再到刚刚下面的温泉 沙珍温泉去泡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晚餐吃饭前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位在我们今天入住饭店旁边 走路一分钟的萨摩传承馆 然后呢要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这边这是一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 那这一个传承馆本身呢 也是一个音乐厅的场所 所以可以看到他中间有放一个钢琴啦 好那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二楼展区这边平常是不能拍照跟录影的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有采访许可 所以才可以在这边摄影 这里有西乡龙胜穿的衣服 套餐的内容很丰盛 累了一天之后 饱餐一顿超舒畅 走路这边 对家人们好玩 所以当你刚刚看到的 嗨大家好 我们吃完晚餐之后呢 终于要回房间休息啦 那我们今天所住的这家旅馆 然后叫做直速白水管 然后它这间房间呢 绝对绝对 应该是我所住过所有的 不敢的饭店啊 或温泉旅馆里面啊 算是数一数二奢华 好 現在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 首先有沒有看到 光是這個門上有自動打開 就一定是超厲害 我們一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玄關這邊空間 就已經超級大 哇 光是玄關 就已經超大 超華麗 要進入我們的房間囉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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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寬敞 將將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合適的筆記池 超級巨大 你剛剛沒有出過可以再房間奔跑 然後走路走到有點累了 而且這只是合適的部分 真的超大 然後還有你看這一面 超級巨大的鏡子 它的這個梳妝台啊 超級大 你看這面鏡子 應該有 三四個人 這麼寬吧 超大 超寬 好 然後它的這個 算是 也不算客廳吧 就是 楊式的沙發加桌子 因為這邊 已經有一個日式的嘛 超級巨大 好 這邊還有另外一張 兩張沙發 還有一張桌子 然後看出去呢 是很厲害的日式庭園 好 那睡覺的地方 就是兩張單人廠 但是 其實 以空間來看也是 非常的寬敞 超級寬敞 好 然後最後這個 窗戶這裡呢 是一個 圓範圓柱型 圓拱型的設計 然後還有另外一張 椅子可以讓你坐在這邊 看窗外的風景 來看一下晚間版本的庭園吧 這邊是陽台 好 踏出去之後 哇 就可以看到晚上的庭園啦 這邊還蠻雅緻的 它晚上還有特別打燈 哇 真的是超超超超超巨大 真的很厲害 好